我覺得毛時代還有很多人盲目的崇拜老毛 現在我覺得中國裡面你沒有找到 你恐怕很難找到人誰是盲目崇拜習近平的 你是沒有這樣的人的恐怕 而只不過是趨於這個體制 趨於這個淫威 那麼不得不順處而已 那麼我覺得甚至連太子黨裡面都有相當多的比例的人 是反對習近平的 所以我覺得他並不是有那樣的一個影響力 只不過這個體制 氛圍飄搖這個體制 只需要他用各種各樣的極端手段去維持而已 那麼所以我覺得他實際上在20大鐘 還會去用更多的這種看起來非常荒謬極端的手段來維持下去 對於你剛才說的這種卡夫卡式的表演 我覺得中國體制內很多人知道整個事情的荒謬的 就像卡夫卡曾經有一個小說他提到 就是一個人在馬戲團裡面表演進食 人們剛開始前面的時候人們都會很興奮 但是到了差不多四十多天之後 人們就麻木了 觀眾也不感興趣了 但是這個人還要繼續表演下去 最後自己奄奄一息 直到最後人們才發現這個人其實不是為藝術現身表演一個禁食而已 他只不過找不到何口的食物而已 就是一個非常荒誕的一個小說 但是我覺得很反映現在中國的這個很多線索 等等很類似 就是就像這個所謂的極端清零 剛開始的時候很熱鬧 很多人覺得政府採取極端的措施來控制這個疫情了 那很多人很記憶的配合 很多人很熱衷於這個可能吹捧領導的這個英明決策 但是後面持續下去一定會知道這事情非常的荒謬 那最後這個政策也可能被人拋棄 有些地方會拋棄這種做法 但是很多人被麻木 最後人們發現 最後原來這個人所幹的這些事情 根本就不是為了老百姓服務 根本就不是為了抗議 也根本不是為了所謂真正的病毒清零 他根本也做不到這一點 只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最權力的欲望 或者是維護體制的欲望 所以我覺得最後人們會看清這一點 覺得這個人也是非常可悲的 可是整個過程中有非常多的老百姓會成為整個荒誕劇的一個陪葬品 這是最 可能應該說是更可悲的